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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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我們邀請的是台灣文覽 Cloud Business Development 事業部的副總經理 周旺敦 有請旺敦 李宗盛 依若我剛提到整個Alliance Coven裡面 Cloud 事實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服務 這個服務的平台裡面 我們今天非常榮幸能邀請 bolts Peter 현재在載局服務非常久 他本身是Dev pearl技術出身的 他現在負責 fiction guys enish 第二 CAP 都邀请我们研华的技术长 杨技术长 我们研华CTO 各位看到刚才的整个的技术蓝图里面 其实我们CTO在整个规划里面 带领我们研华谈到整个SOFA的整合 那今天我们会邀请我们的技术长 来分享一下我们研华的一些成功案例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邀请到我们研华自动化事业群资深经理 宇文成 邀请文成 研华其实在自动化领域里面经营得非常有趣 那这个自动化随着IT随着自然化的发展 我们有一些非常值得成功的案例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文成今天也会来跟我们分享 从研华出发的这个在Factory上面 Otomation的成功案例 那另外呢我们今天很荣幸邀请到 Royco 台湾区市场的Development经理 我们今天提到的在谈到转服务OpenAPI的时候 那个开发是一个非常中文的一题 那我今天邀请到Kiss来 其实谈的是Java的Development community 从他们的观点看到 这样的OpenAPI的服务对于Development community 有多重要的影响 那下面的话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在电话里面 很长远合作的朋友就是我们Intel 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台湾Intel 在这个IoT的整个Solution的Architect Patch it 他经理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他其实在JoinIntel之前是服务在IEM 所以他本身现在在Intel是负责整个IoT的Architect 英文的title是Architect 不是产品经理 那接下来的话我开始就一一来跟我们五位现场来宾 我们做一些真正的来探讨一些关键的题目 从物联网的价值面开始 那莫斯物联网里面我想整个的发展 我就依照我们现在这个来宾呢 从刚刚我介绍的顺序 我一一的发问 也代表各位parners 来问一些我觉得我在这次跟parners互动里面有些很关键的议题 那我想我的第一个议题是这样 我想要请问的就是Microsoft OK 黄敦 零尖第一棒 那大家对于Microsoft在云端里面一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我今天不会问太多的技术细节 我谈的是大概 因为今天我来的来宾里面都是真正在bc上面的营运者 我谈的是价值 也就是我们今天谈的这个value 如果从围乱的角度来看 IoT的发展 围乱站在云端 OK 站在IoT的应用的角度 服务的角度 您看到整个这个技术发展里面 对我们 我们的parners在谈到这个IoT的价值链 它会有什么样的新的改变 跟不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们看到很多IoT的案例 整合起来大概有几个重量有很多问题 也简单 严格来讲 其实IoT如果讲连接的装置不是新的信息 可是我们在讲IoT的时候一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它的东西在连接网路的能力上面 或者是本来不能连接的事情都连上去的 比如说以前 因为以前连网都很贵 但是当它价格不值剩下10分之1 100分之1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又被连网 好 那那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当然想到是把它连上网路 然后连上网路干嘛 那绝对不是流量忘记 而是把资料汇报回来 或者回向连连给它 所以装置时的产生 我们要考虑到 那怎么连上网路 那这个网路有很难的一件事情是 本来是10万个装置要上网 下面连网上上网的时候 我们所需要的网路的概念会不一样 规模的好几倍 那再来就是资料会很大 其实谈Data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必要了 而是说我怎么从这一段资料去找到忘记 所以最后是怎么去分析这个资料 所以其实在思考ID的时候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的资料做得很平衡 做得很棒 做得很精准 可是更重要的是 我把价值链要产生出来的时候 你要把后面是推到 资料收集到资料的分析 这一种很重要 那我们要做什么 其实可以看上面那三个研究 第一件事你马上可以做的 就是改善效率 像比如说刚刚我们看到前面几个案例 都有一个特点是 它降低了人工的成分 OK 那是一个改善效率的手法 也就是因为我们收集到的资料 我们知道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或是做一些先期处置 或者是我不用做一些不必要的动作 所以得到这些资料 让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在精确的时间 做正确的事情 这就是提高效率 这是第一个马上可以做的 第二个是启动创新 也就是说 本来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 有时候是按照经验 按照我们的习惯去认为 应该这样做 可是当我们有足够的资讯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去创新 开始通过新产品的设计 通过新产品的发展 或是通过流程的改造 去更进一步去找到消费者 或是满足你所不知道的消费者的需求 OK 那第三步是最难的 第二个其实最难的是说 传统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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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finish transformation 就是改变你的商业模式 也就是说 过去我们在做生产东西 或在建制东西的时候 我们是以生产者或是建 或是协助或是建制环境的 各种角度去建制的时候 我们是一次性的收费 那这种model 其实run了好几十年了 可是我们发现 当你能够知道 帮客户收集资料分析资料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到一件事情是 我们其实变成客户的伙伴 也就是说 或者是客户成为客户自己的伙伴 比如说你今天假如是 是一个 我几个更简 我就洗一点 今天假如洗一点 如果你有IoT的话 你会知道什么事情 你会知道 客户大概平均待在你这边 花多少时间 他都在做什么 然后他多久来一次 然后平常他什么时候来 那你知道这更多的讯息 其实这个东西 以前要用能工去抄写去计算 可是有IoT的时候 你会知道这所有一切的一切的时候 你就有办法知道 什么时候该给你的客户 做promotion 什么时候该给你客户更好的服务 或者那 这个会影响到什么 你其实重新定位的是 你成为客户的洗衣服务者 而不是一个 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服务 供应商 你每一个市场商业的模式 都是以服务商品去勾入 可是那这件事情呢 又非做不合 很难做 那通常做不来的话 就是被新装 新装公司颠覆 所以我看到现在市场 所有的新装公司 它们都不是以制造为出发点 它们都是以服务为出发点 那这件事情呢 就是当IoT的时候 第三步是一定要突破的 可是透过这样的一个价值链 其实我们看到的这个市场 就会即将改变 OK 所以 我刚刚你的分享里面 我提到有三个 就是在上面这个圈圈里面 第一步 Import efficiency 再是enable创新 最后是business transformation 所以这也是你看到 现在我们看到的 合作partum里面 它是一个 像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模式吗 不是 其实 现有的公司 比较希望先做 efficiency improvement OK 但是新装公司 会直接跳到最后一个 去做billium的选 因为它用 既有的话 它没有办法跟新装大咖 挑战 可是新装公司 它可以用新的方法 来垫顾这个市场 了解 所以不同的partner 有不同的他的 但是可怕的是 一旦市场被垫顾 原有的自己有习惯 都会被垫顾 OK 了解 好 那 接下来我想要继续请教你 以现在你谈到这个framework 里面 你可以取一个 全社行业的例子 来谈IoT 从未来看到的应用 举例 像Vito这样的意思 其实Vito也蛮有趣的是 我相信大家在台湾流通也是蛮陷进的 可是我们在做流通的管理 或现场的管理的时候 其实我们比较着重在固存的管理上 可是我们固存仓库目前有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我只会知道仓库和大仓库之间的关系 和工厂之间的关系 还有当然你顶多的吃到污游车发生的事情 可是事实上你的仓库不是直接面对消费者 你直接面对消费者是你的货架 也就是开架是你的货架 那通常商场背后还有一个场合 然后面对消费者是货架跟公司 所以其实我在资讯流过程中 其实有一点跳跃是 就是说我们以为东西进到了店面 就等于可以卖 其实不一定 其实那个店要拉出来上了货架才是可以卖的 所以也就是说以前不能做 是因为我们用人工来做成本很高 可是透过IoT呢 我真正管理的是那个货架 和后面几层的仓库和物流 都是你可以管理的东西 那是第一个 那第二是说我们在客户 我们可以通过资料收集你的制造客户的喜好 知道客户什么时候要什么 然后也会结合我们后面的对整个物流 商品流供应的速度 那可以马上决定什么呢 我要不要决定 对某个特定商品做及时的逛逛逛 有一种可能是我们预估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好了 比如说以前我们都认为 台风天 大家会去买泡面 买蜡烛 买酒店桶 买电池 甚至到现在大家都以为 可是实际上透过P-Data 我们发现 其实在美国的国马曾经做过一个分析 他们会发现 台风天 其实大家现在不买这个东西的 他们买的是什么 滴滴滴 买的是 那个 我记得是叫做饼干 因为他们认为 现在其实台风会 停电的机会很低了 反而是他们知道 初步两门之后在家里消磨一切 可是问题是 通过P-Data 事后分析当然很好 可是如果即时发现某一个商品 在你的店面快速再输出去的时候 这时候你一定要考虑为什么 你要赶快补货 赶快下欧的 赶快甚至可以开始做P-Potion 或是 那我问你可以做什么 比如说做搭售 所以其实 当我们有精准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有更及时的资料的时候 你就可以更弹性的 运用这一切的东西 不只是把这个商品快速的出出去 你把固损马上补起 你可以甚至可以配合这商品 赶快搭售其他的东西 它容易卖出去 以赶快销售的整个价值 所以 刚才你提到的 我看到 P-Pool效率这件事情 在你这个例子里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是 而且事后我们还可以做一些 做一些分析更调整 然后 以让我们的供货 是可以即时的上到去 是消费者的业 可以全都可以这样 谢谢你的分享 其实在Retail的例子里面 原划在这一块也经营了非常久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问我们的CTO 请问CTO分享一下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 从研滑的角度 我们在Retail里面 我们的始终是什么 然后呢 可不可以解释 从我们刚才提到的 研滑的IoT的架构里面 来谈一下解决方案 谢谢Michael 各位好 我是研滑的CTO 我叫Alan 那 那 刚Michael 有跟那个 微软的周先生 有聊到那个 Retail 智能零售上面 透过互联网 跟大数据的分析上 有相当的机会 提升你店里面的 经营效率 那 微软上跟很多伙伴 这种概念 那这个微软联网 我们在这张图上面 可以看到 一个典型的商场 从客户 进门 到 在店里面的行为 以及他到底 后来买的东西没有 这些商场 对于连锁运营商来讲 他们都是希望 能够进一步的了解 跟分析 以便能够增加它的品效 它的conversion rate 那么 在一下比较现在的店里面 你可以看到 它有很多的摄影机 那当然摄影机 现在很多是用在 安全监控防盗为主 但是实际上 因为 影像分析技术的进步 实际上这些资讯 不只是可以 拿来防盗跟安控而已 可以再进一步的做 它的前演 再做一些客户 比如说人流统计 到进来有多少店 那助流的分析 它在 哪一个货架 停了多少时间 那 甚至是 它的所谓的性别分析 或年龄层的分析 这些事我们今天都可以做得到 那 我们在软体平台上 我们有提供这些功能 那刚刚也提到 就是说 你如果说 发现某些 那个 货流得特别快 那可以做即时的促销 这是透过电子看板 来跟你的客人做双向互动 那烟花也有提供 WebMexus IMM 就是 Interactive Multimedia 这个数位电子看板 双向数位电子看板 互动这个软体的服务 那 另外就是说 比如说在店里面上 还有一些 店家关心的 你的 你的 节能或是你的设备的管理 你的冷冻柜啊 你的咖啡机啊 到底它的妥善率怎么样 它的耗能里面 其实会下降 那 微软 微软这边 我们使用了 那个 微软的基础服务 Azure 那在上面我们把WebExus Scala 我们的公控软件带进来 那 可以在节能上面上面 有些功能可以带入 所以 在 一个零售的 场域里面 刚刚这些功能 很多店里面 它们可能是独自 就所谓的Silo Base 就是 这些功能独自独自的建构 那中间的资料也不容易串流 那 微软在 云上面的基础架构 那 我们跟微软有相当密切的配合 在上面再搭载了Wise Pass 我们的一个软件品牌 上面提供了 我们刚刚提到的 这个Remote Device Management 还有一些 刚刚谈的影像分析 电子看板分析 等等这些功能 我们把它串起来 那 硬件跟软件成为一个bundle 那提供给 我们的合作伙伴 可以加速你们的application 的开发 那项页 所以UX Plus 到底 以这个个案来说 到底提供给 连锁商店运用商 一些什么样的 价值 那么 我稍微多提一点点 它的应用 第一个 我们锁定的 这个 audience 基本上是 一个是总店 一个是 驱经理 另外一个 当然就是在店面里面的店长 跟客人 那 比如说 来店的客群 那 影像的分析 室内的定位 环境或设备的管理 那 店长 是不是有什么 在店面里面 即时处理的 一些客户的反应 那另外一个就是 定花的人 我总店那边针对我 每一家店 我可能有一两千家的店面 这些数据 会留回来的时候 我怎么做分析管理 我的所谓的business intelligence 那 能够增加我的经营品效 那么 我们在4月 事实上 就下个礼拜 我们会跟 一个 台湾在大陆 展现展的 很浓涡的一位伙伴 在下礼拜 我们就开始事实上 有10家店指示机的装机 那么 会进入实证 所以 从 机身商解决方案 提供者的一个角度来看 那 刚刚我们有提到 就是说 遗忘可能 在没有软体平台的层 您下面 可能有很多事情 都要自己 把它整合在一起 但是 研发提供的wise part 可以相当程度的整合 研发提供的硬件 然后在云 ready 云服务ready的一个软体层 让你省掉 在这些 所谓infrastructure 基础建构的这些功夫 让各位伙伴 您大部分的人力跟精神 被放在 真正有domain knowledge 跟valley app的地方 下一页 那么这张图呢 当然就已经 我们已经播放了几次了 我 在这边再 拿它出来讲 也是在左上角这边 我们有优电联网 这是一个应用案例 那当然 我们的伙伴很多 可能是 在别种应用上面 但是从这个 优电联网的应用办理上 可以看得到 我们要提供的 事实上是对operator 就是说这些 连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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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锁运营商 有价值的题目 那么我们提供 valley solution 怎么做到呢 那这个wise pass 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 生产力加速器 那当然它做的方式 达成的方式是 它密切的跟 在fill端 在末端的这些硬件 做紧密的配合 那把这些硬件的 资讯收集 分析 到最上层做 大数据分析 那这些大数据分析 有很多事实上是透过 机器学习的 那个演算法 那做自动有价值的 资讯的探索 那再下一页 那么这页我就不再多谈 只是跟各位伙伴讲说 我们 延华提供的wise pass 是个软体平台 跟wise cloud alliance 是个program 延华提供的 软体平台的价值服务 跟各位的关系是 让你不需要花时间 再重新 做一次平台端的工夫 而是 让你的人力 真正去离别 你客人在乎的 有价值的软体 application 好不好 那请 用这个邮件服务 跟各位分享 好,谢谢 好,非常谢谢我们C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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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其实就 停留在这个的 Beauty block里面 好,我们其实 我发现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议题 含的这个 这 module 里面有一个 是 Web Access Scanner 好,那这个 Web Access Scanner 好,那这个 Web Access Scanner 其实不仅用在我们 既然看到的 这个 Facility 在我们这个 Retail 领域的应用 其实传统里面 它还会用到 像工厂 Venture 里面 那我接下来呢 想要把 另外一个 case 转另外一个场景 到工厂自动化 那在工厂自动化的话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邀请文成 他负责我们整个 Automation Business 里面 这块 特别是跟Stata 这个产品平台有关系的 文成 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研滑里面 我们经营 Affirmation 其实这个历史很悠久 能够取起个 关键有价值的故事 是用 Web Access Scanner 所implement的一些成功案例 好的,谢谢Michael 我们在谈说 研滑整个在 IoT 这个架构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就是我们的Wise Pass 那这里 Wise Pass里面 最重要的核心 就是我们整个 Web Access的这个软体套件 那 Web Access Scanner 这个软体套件里面 专门用来做大型图控的一个软件 这个软件本身 它是一个百分之百 以这个浏览器为架构 开发出来的软件 一个大型的图控软件 然后它提供非常多的功能 因为它是一个浏览器为架构 所以各位可以很轻松透过你的手机 平板或是电脑上的任何的浏览器 你可以很轻松的连接到系统里面去 就可以做一些系统里面的一些 資料的一些监视控制等等的一些功能 那这个Web Access Scanner这个软件 就是我们整个在架构 在工业4.0或设计4.0里面 最重的一个软体架构的核心 那在过去我们做了非常多 跟工业4.0或设计4.0 那在以往这个产器里面 它都是用人工去操表 那透过就是透过Web Access 透过电话的一些资料产品模组 我们可以把自动化的这些 这些机台的一些设备 比如说它的勤机、开机、运作时间 它的上限、它的警报等等这些资讯 或是这个冲压机里面的这个冲压的次数 射出成型机里面这个模具的这个温度 模具的这个机台的整个温度、油压、水温等等这些资讯 可以把自动收集起来之后 然后收集起来之后 整个到Web Access 透过Web Access 传送给这个工厂里面的ERV MES系统 那就可以做到整个产线 整个产线从基础机台资讯采集到 上面MES的整个质量 一个一次性达到一次性的整合 这个就很有效的改善工厂在资讯分析上面的正确性 同时也节省了非常多人力的厂量 那下一个Case就是在介绍一个在国内 一线的半导体设备的半导体厂跟面板厂 我们知道这个半导体厂 都有很多机械手备在做现场的生产 那在以往呢 机械手备呢 他们都是需要做定期额工厂 就跟我们这样做定期额工厂 所以每次维护生产线 可能整个生产线 机械手备都要送厂去维修 整个生产线就必须要停下来 这严重影响到产营的效率 后来产线的人就思考说 我可以不用时间到就做这个保养 原来是去监测每一台机械手备 它的运作状况之后 根据它的情况 来决定要不要进场运作如何 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他们是远近年华的WebSS 跟我们一些资料产线模组 来对每一台机械手备 来做它的这个手备运作状况的分析 比如说是力举 它的移动速度的这个分析 分析之后来判断说 这个机械手备是不是应该进场运修 进场运修 他就把这台机器送到 另外再拿进去 这样可以维持它整个产线的 不比不中段运转 提高整个生产效果 同时也对整个维护营运的裂成本 也做了很大的提升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 在这个产线里面 它从以前的 汤-based的文物保养 把它演进到 condition-based的文物保养 这个大大的提高了整个生产效果 那我只能提供这两个案例 跟大家就可以分享 OK 谢谢文成 所以刚才文成有提到 其实也故意我们谈到前面 几个case study 在maintain的这块里面 从time-based 然后能够变成是condition-based 然后大概降低它的成本 那文成我想请教你 刚才提到这两个case 从webiasis gata 你看到有什么样的关键技术 去support enable 刚才谈到的那些 我们谈的case 能够让它真正在客户产生价值 它成功关键 技术的成功关键 是webiasis 本身它就是一套大型的普通软件 那我们的特性是在于说 我们在底层 我们有200多 我们提供200多种不同的 这个drive跟protocol 我们可以整合各种各样的控制器 所以不管是机台或是手臂 上面如果一定有控制器在 我们可以很轻易去整合 那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也玩有非常多的采集模组 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采集模组 去收集这个手臂的资讯之后 再透过这个采集模组 把资讯送到webiasis上面 webiasis就把这些资料做一个收集 分析以后呢 再提供给MBS 去做一个更高层的判断 所以在这里面呢 最终就是webiasis在各种 对于各种控制器的一个整合的能力 OK OK 好 那谢谢你 这边提到 重点要提到一些技术的价值 我想回头再问一下我们CTO 因为呢 这张图其实 这个架构 其实刚刚你提到在我们的 这个Glittle应用里面 它应用蛮多的 那这个整合里面 那么多种软体 其实在研发的角度 我们到底怎么样 到那么what together 而且还要holding 那么多 device 这个技术的关键 或者你看到整个这样的 project的关键是什么 我想这是 所谓SARS 就是中端应用 在domain knowledge上面的真正价值 那我想我们很多伙伴 你们的专长 一定是有某一个垂直领域的应用 你们是在那准确的领域应用的专家 你们有你们在那边的客人 那刚刚我们提的优电联网这个个案 是研发本身我们为了要实证 这个所谓WISE PASS 在物联网时代 它如何可以加速 终端应用的一个实验 那当然这实验本身 有其它的商业的意义在里面 那我们刚刚提的那个应用场景 对于零售的运营商来讲 它真正要解决是它运营上面 所谓business side的一些问题 但是以往他们很多运营商跟客户资讯 在客户资讯上的取得 都是比较人工 那不精准度也很高 比如说我们跟台湾前两大的 那个零锁商店在谈的时候 他们对客户的行为有非常高的兴趣 但是都靠人工在收集 那我举一个简单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推出的一个影像分析功能 事实上是可以把影像 透过影像做客户性别跟年纪的分析 精准度还蛮高的 然后再跟PostG的Transaction Data 做Correlation 所以真正在PostG上面买东西的人 他的年纪、他的性别 我们可以精准的取决到 那今天这些连锁商店怎么做呢 他是有在做 但是Eli Operator 收集员 他就在键盘上面按一个 那他们看到的数据是 永远是那个性别 那个年纪 为什么 因为那个按钮靠抽屉 跑出来的位置 最近 所以Operator 永远按那个钮 所以男生买女性用品 很常见 但是没有意义 所以因为这些技术的进步 实际上就enable了 这些比较精准 资讯采集的可能 那烟化提供的WisePath 基本上我们串接了烟化 过去几年内 我们累积的像 remote device management 然后就输出exes 那影像分析 数位电子看板 管理 那么 香港 刚刚Winston提的 就是香港做设备 跟节能 还有网络管理 那我们 把这些软体的 软体服务 透过OpenAPI 以RESTful的方式 提供给上层的 Vertual Application来调用 那我想重点在 就是 各位如果就用我们的 Wise Cloud Alliance 你也可以享受 这个加速开发的服务 那要用这些OpenAPI 你就不用再重新 花力气去打造这些 基础架构 但是就跟 Domain Knowledge 真正Value 比较远的这些工作 就交给Wise Cloud Wise Cloud 做就可以了 OK 好 谢谢我们CDO精彩的Summary 所以刚刚他讲的 那个例子里面 就是一个 跨不同Device 创造出来的价值 原来的Pulse 是没办法辨别科目的信息 人工事实上是会有Stack OK 那透过我们的 这个 IVM 影像辨别的这个能力 把Device 这两个能力串起来的话 就创造一个更重要的价值 那另外的话 就是提到 您建议的这个开放模式里面 这个横跨的斗面非常多 所以基础建设 它的AFR investment会很大 所以您建议就是说 这个采取大家 跟业劃分工的模式 把从接近Device 我们引进 Evo的能力 变成Open API 配方给我们的客户 让他们可以快速的 或可在他们的斗面功耗的研究 好 完全正确 我的理解完全正确 我的理解完全正确 所以我这个学生还可以 那谈到Retail 尤其我还是要回过来 王敦 你刚才那个架构 看起来蛮大的 这个 你可以从这个scope里面 谈到这几个 三个Mile Store 我们刚才谈的 你谈的是一些Biz Operation的Value 那你可不可以再告诉我 我们当然也想要知道 微软有什么关键的 你可能要去Able 这些 你谈的这一张图 其实在这个 坦白讲这个 这个整个资料的分析过程 最难的一件事情 其实是我们怎么样让资料 一件事情 怎么让资料是尽可能的及时 然后用百分之百 金额直接送到后面 然后再很快去分析它 那这件事情 坦白讲 不是微软一家 说我们把资料 名单弄出来就可以了 所以但是 我相信大家也知道 微软最近这一年来的转变 就是我们 几乎跟所有分析的 open source 的场领域 甚至我们昨天 应该是这个礼拜 才有一个消息 所以我们确定的买下了一个 那个 Enterprise R的 演员的公司 叫 Revolutional Analytics 那很重要 就是说 透过这些比较先进的 big data 的分析 更重要的是 它是简单的 视觉化的分析 它可以帮助我们 很快去建立一个模型 因为最难 因为我们不要讲 Ethelage 来说 过去我没Ethelage 是怎么做出来的 我们Ethelage 靠很多 写程式的人去program 去写程式说 好 我今天要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那样 所以如果你的人 不够聪明 机器就不会聪明 这是传统的做法 实际上现在我们都这样做 可是 我们希望的目标是 怎么让机器 自己聪明起来 那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 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data 而且我们有这么多data 造成的 condition 是这个data造成的结果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透过一些 比较资料的学习的方式 让资料本身去交汇电脑更聪明 那我就可以用这个方法去分析 比如说在这个logic 这个为例好了 平常我们在做这个物流的时候 都会只是事先去计划 好 我的车要怎么做 怎么做 怎么做 可是 第一个 我没有数据去证明 这样做是最好的 我们只是透过纯数学的演算法 去分析 还是降轴 是最短距离 可是有没有考虑到路况 有没有考虑到其他的东西 其实没有 甚至没有考虑到 司机可能偷懒 这些东西通通没有被分析出来 可是当你把这个资料拉出来的时候 透过这些视觉化的模型 第一个时候 视觉化的模型 我相信在座各位就会看得到说 我偶先特定的时间 我的司机没有在车子上面 就是车子是停在路面 stand by 特定的情况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或者说 我又没有去最佳化我的整个传送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去 其实有数据 这数据都在哪 都在GPS里面 在几乎所有的车都在GPS 只是没有把这个资料拉出来去分析 所以第一件事情 把它拉出来做数据化 第二是拿出来的资料 开始去学习这些资料 然后哪些是fail 哪些是正确 然后从这边我们就会找到一些改变 你要BINIS下面的方便 是说可能原来我们喷的路径并不好 因为开了一条新的路 你不知道 或是最近这里在事工塞足 你不知道 那可是当资料分析呢 其实能帮助我们很快的抓到这件事情 然后随时去改变我们的决策 甚至改变我们配送物品的方法 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 其实我们有太多资料 其实常在我们的口袋里 或是我们其实要收集一下它轻松的时候 其实过去没有一个容易分析它的方式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大家 现在这世代来临了 现在这种分析这种资料 是很低 成本很低 也就是不需要专业 不需要ID的专业技术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是那个时候 应该要来 所以刚刚你提到的里面 我一直看到一个keyboard intelligence 对 这个intelligence不是人的intelligence造成的 而是机器要有能力 把这些资料转换成一样 那当我们现在看到微软很大的转变 传统在卖windows 我想 如果你现在的生活应该比较easy 因为你再不用担心 客户的windows要重开了 因为全部放到云端去了 对不对 maintainance难免嘛 但是我觉得比较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其实我刚进回软的时候 最痛苦的是老师要告诉客户 我们以前的windows 是握时得救的 老师在讲自己就学得不好 那当我们开始采取open的态度的时候 其实暂就有这个问题了 okok 因为我注意到 其实你们以前叫Windows Azure 现在就直接叫Microsoft Windows Azure 现在直接就叫Microsoft Azure 所以你们是自己要把windows给 不限制在这个 好 你们就把舞台开放 不再实现就在A2 对不对 好 所以不限制在windows上面 好 那接下来呢 我要把这个bounce交给kids ok 我问我这边 其实你的责任很大 因为我们前面三位嘉宾 都谈物联网 有多棒多棒的愿景 做出来的价值有多高 但落实了这个第一步的关键 还是回到Developer的身上 因为矢度悬要整合 你还是得要透过Developer去实现它 那我们刚刚也在整个活动里面 谈到一个大家在呼应一件事情 open API open API 那这个open API里面 谈到的是一个Restual API的案 的例子 所以呢 在这个Restual API的情况之下 我想请教你们一件事情 因为Bunkies原来在IPM服务 我想在上的时候 应该有很多经验在Java的身上 那后来上费 并到Oracle以后 一路走过来 你看到呢 为什么Restual API 对现在有这么多的公司 真正的scalable的website等等的 在使用它呢 它对于Java community的影响 Developer community的影响是什么 OK 谢谢Michael OK 你这样讲的时候 我责任很大 压力很大 OK 我想先 再 dive into 这个 Restual web service for这个 Java developer 它的一个重要性之前 我想 可不可以先 先谈一下下一页 OK 各位知道说 我想 这个只是简短的recap 一下 整个这种 Programming的这种 这种paradigm 一个shift 可以 从上个世纪 这个mainframe开始 然后到 这个client server 然后到这个 web computing 或是cloud 这样的based 然后进到现在 这个IoT 这样一个 一个error 那 各位看到前面 前面这三个 这样的一个 computing的 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 paradigm里面 其实很重要的一个 核心是 就是围绕在人 外户都是人 外户都是人 虽然你要的基础可能 是不一样 但Nameframe可能是用terminal 最终 这些terminal 是terminal Ey 是给谁用的 terminal session 是给人用的 外户就是跑不掉 那client client server 基本上也是一样 但是各位看到 这个IoT 上面的话 整个computing 这个paradigm 事实上shift 是比较大的一点 是像 Echo 刚刚这个 像 Michael O'Miller 在跟大家 share 其实很多部分 会着重在device 这一端 device 这一端 它扮演一个 蛮重要的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 它必须要去更 更双向的一个 跟back-end system 去做一些integration 它本身也要更intelligence 所以在这里面的话 其实就要谈要说 这个里面 在所谓IoT 这样的一个架构里面 或是这样的一个programming 架构里面 也就是 Restful Web Services 它会扮演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角色 在device 这一端 它有这样的API 它能够双向的 跟这个server 这一端的 这些software 去跟它去做沟通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点 很重要的一些features OK 当然 这个 在谈到说 像big data 或是event processing 这些之外 OK 那回到上面 那接下来 我来谈一下 就是说 在这个 Restful Web Services 在裹这个Java Development 里面 从 从过去SUN的这个时代 然后到Oracle 把这个SUN 跨下来之后 那基本上 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整个Java 这个developer Java这个community 不断地在growth OK 从之前SUN 被acquire之后 那从当时的这个 大概7个million 的developer 这样的一个community 那成长到现在 9个million 这样的community 所以basically Java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 这个developer的community 所以运用在这个IoT上面 Java运用在IoT上面的这个技术 是非常非常的这个 这个存受 OK 非常非常多在那个resources 那 Oracle针对在这样的一个 领域里面 在web service上面 有做了一些 一些演进 OK 第一个就是说 很重要一点就是说 在web service 所以基本上其实 从Oracle角度来看的话 它基本上是一个 把这些所有的这些services 不管是在server side 不管是在device 这一段 那把它变成是一个component 就是一个software OK 像一个hardware 这样的component 就让所有的这些developer 基本上非常非常容易地去使用 OK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一个 这样一个web service 基本上 它非常非常容易 让所有这些developer 能够去reuse它 OK 所以将来的application 它在撰写的时候 有可能是怎么样 OK 就是你把这些相关 这些component把它抓起来 OK 那你基本上 most likely 你的这个programming工作 可能就完成了 那当然 这个也是能够加快这个application developer开发的一个速度 OK 另外呢 说在 oracle在这边的话 有做一些像 针对像rational web service的 一些standard的一些support OK 比方说在 有制定一些specification 像JSAR 311 或者是399 那基本上都是针对像rational web service 然后变成是一个standard API 其实跟这个圆滑这边的触发点 基本上也都是一样 但是这个API 是否所有这些java 这个community 它都能够去 去这个共同去使用 而且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像在rational web service 在2.0之后 那会增加一个这样一个功能 就是让这个client 它也能够提供这样的 services OK 所以不光只是说针对在server这一段 因为过去在这个1.0的时候 它是针对在server side 它能够提供这样的 service 但是在2.0的时候 它也让client这部分 它也能够提供 service 所以换句话是说 那你在 比方说在这个 用华这个device 它本身 它也可以提供这个 services OK based on这样的API 那当然在oracle这边 有针对from-end跟back-end的部分 有去做一些support 比方说 那我们把这个 就是 Restful Web Service的这个java API 把它open source出来 有个project 叫Jercy OK 那基本上就是说 你可以去 这个website 你可以去把它download下来 OK 然后去 开发自己的webservice 这些 Restful Web Service的 这些applications OK 那另外的话 有commercial的这个support 那oracle 有对那个产品 叫做Java Inventory 然后能够去做一个 针对在 Restful Web Service上面的一个support OK 那另外的话 在server side的话 OK 基本上有这个 对应的像 311跟339 基本上这两个这一项 都有这个support 最后来点是说 oracle的这些 这样我们有open source的一个java application server 叫glassfish application server OK 那基本上它就support 这个 对这个 两个这个j商 它都有support OK 那在convincial的这个 这种application server OK 就是很多这个enterprise客户里面 都会用到就是 我们叫做oraclefusion middleware OK 里面有个叫做 weblogic application server OK 那基本上它也是针对这些 这些标准这些 这些这些 这些材料都有做一些support OK 所以我想这个 大概summarize一下 就是说 oracle在 在Restful Web Service上面的一些 for这个java delivery上面的一些contribution OK OK 我们听到oracle在Restful API这一块 java developer有非常深的contribution 包括整个resource repaid的非常完整 OK 刚才你听到一个非常有趣的keyword 因为从developer的角度看起来 Restful API 帮助developer是一个easy use 像一个hardware component 其实从我们现在谈的 hardware的角度 希望把它变成是一个开放的software services 所以两边在这边交界 是 那谈到hardware这件事情 我们一定要请教inte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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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dric 是 现在我们谈了hardware 就不会谈CPU了 OK 因为我讲到一个更有趣的话题 这话题谈的是sensor的感觉 因为我们谈到很多要建构intel 这件事情 刚刚前有几位嘉宾都有提到 因为这个IoT的量会非常非常的大 那当然如果说我们要让device都有感知的能力 让它能量处理的也不是传统 我们叫PC server的架构 所以这部分的话呢 我们如何确保sensor的传递 可以可靠又安全稳定 这部分不晓得intel的观点是什么 OK 好 我先解释一下 其实在物联网的世界里面 这种设备与设备之间的沟通 其实非常的多样化 相较于传统 现在物联网的设备有多少沟通的模式 我来看一下 以这个智慧家庭为例好了 我可能我的设备 譬如说我的智慧灯泡 跟我的智慧连锁之间会沟通 那 譬如说我门关了 我人出去了把灯关掉 OK 那有另外一种模式可能是说 我的这些智慧设备会跟我的gayway沟通 我的gayway来控制它 那也有可能是说 我用我的手机去控制这些设备 是吧 我直接去控制这些 不管是空调或者是这个电灯的开关 那我也有可能透过我的notebook 透过internet去control我家里的这些设备 那我可能透过我的gayway 然后去approach到我的device 所以你可以想见 在一个物联网的环境里面 有很多种沟通的模式 不同的沟通模式 那呼应到之前奇峰也有提到说 其实在物联网的世界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障碍 就是说 在这里面牵扯了太多不同的protocol 跟不同的工具 我们是讲一种情形 假设我现在是maker 我今天想要开发这个物联网的scout 那我可能去买一个智慧灯泡 或智慧门锁 那我要把这些两个东西整合起来 假设它是来自于不同的banger 你会遭遇什么障碍 你必须打开这些智慧设备的这些SDK 去study它 了解要怎么去操控它 然后你自己再去把它开发 把它整合起来 除非你今天是都跟同一个banger 或许这个整合的F会比较小 但是我们是想看看 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情 造成很多人想要做不联网的solution 但是它的障碍非常高 所以呢 来我们可以到下一张 所以呢 这个去年 Zero跟三星有合作成立一个OIC的联盟 这个OIC联盟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希望提供一个标准的SDK 那这个SDK 是可以整合各家所有不同的产品智慧设备 那以后我的developer 我只要熟悉这一种SDK 我就可以去control所有的设备 所以 这个intel 跟三星有合作了一个这样的SDK 那现在也已经contribute 出来了 大家都可以去下载它的source code 了解它运作的原理 OK 好 前面 我其实这张图想请教你 这里面你画了三个新的模式 是 那中间这一块里面 最左边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 就是说 一个是bridging跟forwarding 一个是reporting跟control OK 这里看到的这个sensor网络里面 它的差异是什么 这个大概就是 中间那一种模式 就是我大概提到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那个 第二种bridging and networking 上面的曲线 那代表也就是说 在我的家庭里面 我可能会透过这个gateway 去控制其他的sensor 譬如说智慧设备 灯泡 门锁或者是空调 所以 但是如果我今天 要透过external的resource 譬如说我的notebook 去control这些device的时候 通常我要跟我的gateway talk 我请gateway 嘿 你去把我的灯泡打开 你去把我门锁打开 但是中间要靠这个gateway 所以其实 那我们思考的是说 可不可以把它转到最右边 最orderbase的这种功能 就是我也不用gateway 我反正我这个device 只要透过任何可以联网的设备 我可以直接peer to peer 跟我的notebook token 我不需要其他中间gateway 帮我control 所以我可以更直接的去 直接就到云端去 是的 OK 所以目前看起来比较critical的使用 还是用电位的方式 是的 eventually发展 可能直接就到云端去 OK 好 那 接下来我们的最后一个round 我要请教的是 三位 嘉宾品 来自Microsoft Intel 跟Oracle 因为我想从你们的观点 来谈一下 其实 我们延华跟 就是 各位公司合作 怎么样来帮助我们现场的punner 可以成功 好 你们看到在IoT的这个 这个机会里面 怎么帮助我们的成功 我想就先从Patreon你开始 好 这个 跟呼应到前面我们提到的 Restern的API 其实在Intel里面有提供一个 API Manager们的platform 我们设想一个场景 因为通常我的物联网的系统 要create它的value 它必须要跟所有的punner合作 把这个service跟其他partner 一起share 一起分享 那 如果假设 今天有一个新的partner 他来request 说我需要一个你们的service 那你可不可以很快的提供给我 那如果你回去看 发觉 没有 我必须要create 一个新的Restful的API 那如果有一个工具 可以让你早上take the requirement 下午就把它做出来 就可以run 那是一个可以拨好的工具 所以 Intel有一个entry的平台 就是让你用图形的界面 不需要coding 用最快的方式 把你公司内部的intel的resource 包装成Restful的API 跟其他monershare OK 好 谢谢Patrick 那接下来我们请到Kids 那从Oracle的角度您看到 我们 怎么样来协助我们现场的来宾 在谈这个IoT的这个商技里面 协助他们在实附性的发展 OK 谢谢Michael 我想 第一个就是说 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 Oracle在IoT上面 有我们的这样一个reference architecture Basically 跟这个 严化这边它的概念 或是架构上面 是很类似很相像 OK 但是 第一个就是说 在device这一端的话 那基本上 我们都会是 以这个Java为一个核心 那事实上 其实端到端都会是 以这个Java做一个核心 其实很重要的观念 概念是说 在 在这些IoT上面的这些 application logic 这些应用程式 那事实上 有一些部分是 你可以从这些 enterprise的这些applications 那这些可能 基本上 过去都是用Java来去开发 那你可以把它去做一个精简 那可以把它挡到 这个ebellish上面 来 比如说 把这样一个智慧 从serve这一端 挡到这个device这一端 这样device这一端 一开始 有更有些智慧 OK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在 在Oracle这边 我们提供一个 这样一个架构里面 那其实蛮完整的 其实包含就是说 就是在后面这边 都是based on 这个刚提到 像Oracle Future Middleware 跟Oracle 目前现在有 除了Cloud之外 那把这些 现有像 Database 还有这个 Business Intelligence OK 以及上面 Oracle有蛮多 蛮重要的 这些 enterprise application 像ERP CRM OK 那这些都是非常非常 key的这些 application which is 跟在IoT上面 要把这个 IT跟OT 把它结合在一起 非常非常key 这些conform 可能在座的客户 在座的各位 你的客户里面 有很多这些是 Oracle 这些用户 OK 那他们很多 这些enterprise 的这些 application software 基本上都是based on 这个Oracle 这样的这些 systems OK 那基本上 有这样的一个 架构 在我这张图里面 就说出来 那跟 严华这边配合起来 像刚刚这个 严华这边有提供 非常非常多 这些 Restful Web Services API 那 这些Restful Web Services API 其实提供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管道 非常非常好的 一个界面 让 这些 OT 这些devices 能够跟 跟IT的这些system 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双向的一个沟通 OK 我想这个 这个是 就是说 从Oracle 这个角度可以 就是 跟大家去做一些合作的一些地方 OK 好 Share Kids 那 奥根 所以 站在VR的角度 我看到 你谈的这个是一个 Ecosystem的概念 所以 不晓得 你要告诉我们 Powler 不然怎么help 我们的Powler 在OT上面 我先解释一下 我们怎么看 Ecosystem 最左边 最左边 这边是 conformer 其实就是 一些装置 应该是说 比如说sensor 或是一些晶片 然后 再过来是device 然后再过来是cloud 或是nameworking 或是platform 然后solution provider 以及它的service 那这三五个东西要串起来 才会成为IoT的首选 因为我们看到 IoT的市场 市场未来很有趣 就是说 再也不会有那种 标准型的装置 出现在实验上 而是根据需求 来打造装置 换句话说 如果你不知道 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的装置住在那边 是没有人会买的 那除非你要去 你的装置出来 会去创造这个需求 这跟我们过去生产者 的观点会很不一样 以前我们是 看人家要什么 就做什么 做了之后 想办法又很跌跌 但是不要忘了 今天IoT要加上一些 新的sensor 加上新的装置 到底要加一个加两个 都会影响你的cost 所以我们还在犹豫 一个或两个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晓得 到底客户必要是什么 所以我们希望 从反过来看 是从需求的那边来看 中端服务 其实是直接面对客户 直接解决客户问题的 这些服务者 他用他 其实 就是提供客户第一线 他通常拥有什么 他可能本身也是 一个大型的客户 他拥有的就是资料 也就是说 他利用这些 IoT所收集到的资料 去创造他的商业价值 不管是改善效率 或是改变 引发创新 或是做前锋 社会圈provider 这些事情 大概就是拥有的受惠 也就是他拥有写程式的能力 当然很多公司 我们看到是这两个 因为现在 实在那边并不完整 我看到很多公司 是两边都要做 或是在这边都做 可是 总有一天 因为它是不同的能力的 所以社会圈provider 他必须要针对客户的需求 去分析客户的数据 去解决客户的问题 或者他拥有这些能力 然后去再找到更多的客户 那平台跟装置 跟componer 其实就是不断的在精进 而跟中华市 这个生产品一定要串起来 所以微软现在在扮演的角色 是因为微软 其实过去都在做 中间偏右边的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在 在台湾的市场 我们发现说 台湾市场的IU 有点太偏左了 那这个事情 让我们有点担心 是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趋势 看到一些欧洲 欧洲趋势 他们其实不看右边的 不看左边的 他们比较总共在右边的发展 比如说BMW 他们算是做汽车 可是他做IoT 不是在生产 IoT的右手边 左边的东西 他是在找 找去怎么样去 improve 客户的驾行的体验 也就是说 像这样的大公司 他们在 improve 这个驾驶体验 不是生产更棒的车子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驾驶体验够好 它就会让车子销售得更好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在里面 要是在思考成IoT的时候 其实微软一直想跟我们产业解决的是说 怎么联合台湾非常强大的左手边 为什么 这让我们很担心 比如说像 我们看到美国的趋势 美国根本就不生产左手边的东西 可是IoT创新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他直接要是有想法 直接就把订单 去问台湾 去问深圳 你会有培业方式给我这个东西 那台湾过去习惯就破坏这样的东西 可是真正我们得到的毛利 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 开始去思考左手边 怎么去贴近消费 怎么去提高使用者的体验 然后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然后把这个东西的 solution 变出来之后 卖给全世界 那微软希望帮大家 把这些东西弄好之后 我们通过我们的全球的销售 读管道 甚至想办法把它卖到全世界去 这是我会很倾向 希望在台湾做的事情 所以 帮助我想 要给我们partner的建议 是第一个 要从左边目到右边 是一个很关键的部分 service is the value 代表市场 你必须要想到的是 你怎么去提升 消费者提业 不管你是做哪一个恐怖 你没有这个想法的话 你永远不会有提案的 了解 了解 所以更接近市场 其中一个key 要往右边移动的话 收费的能力就是一个关键 或是找到好的收费伙伴 OK 好 接下来的话 我想 我要请我们的CTO 来帮我们稍微商量一下 也就是说代表微软 代表延华 我们怎么去跟现场伙伴 一起合作未来的下一步 那这里面我给GTO这张图 当然还是回报我们这张图 你可不可以从这张图的出发 稍微提下重点 我们跟Parnie合作 未来可以合作的一些 关键的内容 实在有点不好意思 这张图一再的出现了 但是这张图真的是非常重要 这张图 经常画出了炎华对物联网 的可能未来五到十年的一个主张 那当然在这上面的一个生态是 下方这个绿色跟蓝色 真的是就是在Fill端 布局在末端的这些Device跟模组 那蓝色当然就是Gateway 那真正创造价值之上 是在最上面的橘色的这些Vertical Application 真正特人愿意肤浅的 是这些各式各样的智慧应用 那如何让这些智慧应用 可以比较快速的推出来 它的Enabler上就是中间 这个紫色的这一块 就是Wise Cloud 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Presentation 一再的强调就是物联网 Open API 分享经济这种概念 真正的一个落实实上就是用 Wise Cloud 来Enable下面这些硬体的模块 因为光是硬体模块 你要把它连到云上面 创造有价值的服务 距离很遥远 你要有很庞大的软体的投资才能够把它连上来 那现在Enabler提供Wise Cloud 它的目的就是实际上是加速集成商在最上层的这些应用 你把你的精力放在这个Domain Knowledge 真正价值创造出来的地方 那只能让这些基础建构 由沿华来提供我们的硬件 加上这个Wise Path 这个中间层 可以提供你足够的软体的服务 那当然我们也很依赖就是我们的伙伴们 提供这些其他在平台层的一些软体服务 这也不是只有延华一家 所以是一个Alliances的概念 所以 以Wise Cloud Alliances 这个形态 我们一起 迎向IoT的大潮流 共创多影 好 我们非常谢谢Alan 好 我们的Summary 所以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五位嘉宾 这一页其实 我要一口刚才我们CTO谈的 这个整个IoT的合作里面 它事实上是一个跨Powler 跨Ecosystem 所以就像我们在这一项Summary年谈 我们从严花里面 跟非常非常多的Powler在Ecosystem 不管是收费领域 Hardware领域 甚至跟我们的客户 都有非常多的完整的结合 跟这一部分的经验 那我们希望把这一部分 非常精细的这个概念 依照我们的West Cloud Alliance Program 具体的Model 跟各位Powler来合作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早上 整个的这个Session的参加 我也非常感谢五位嘉宾 你们非常精辟 而且广泛的经验分享 谢谢你们 谢谢